8月8日星期六是廿四節氣的立秋 暑氣本來應該慢慢消退 不過天文台表示 本港受到強台風蘇迪羅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 氣溫不跌反升 更是一日之內四破高溫紀錄 第一個紀錄發生在下午2點 天文台尖沙最總部錄得最高市區溫度達到攝氏34.1度 打破天文台最高氣溫的立秋日紀錄 之前的紀錄是由1953年的立秋日保持 當日最高溫度達到攝氏34度 在短短一個小時之後 天文台更加錄得攝氏36.2度高溫 一舉打破天文台1830年以來的最高溫度紀錄 之前的紀錄是在1900年和1990年錄得 達到攝氏36.1度 正當市民認為36.2度會成為本港歷史新高的時候 天文台在下午4點再錄得攝氏36.3度高溫 成為本港史上最熱的一天 亦同時成為今年最高市區溫度 一口氣打破4個高溫紀錄 市區到熱成這樣 上水、元朗和粉嶺等新界地區更加不開玩笑 最高錄得超過攝氏37度 而跑馬地更加一度錄得攝氏37.9度 真是喝少水都頂不住 難怪有人因為中暑入院 而獎者安居協會就說 截至星期六下午6點 超過1500名獎者禁平安中 其中76人遂遙宋遠 在這個錄得史上最高溫的一天 一些小暑食品當然最受歡迎 有西瓜 還有雪糕 不過要買的話可能就要排隊了 另外亦有市民索性去沙灘游水降溫 真是看到涼滲滲 根據天文台資料顯示 今年是厄爾尼諾年 天氣會變得反常 例如在9至11月的氣溫會較正常偏高 天文台預計厄爾尼諾會在今年餘下時間持續 相信本港未來可能會越來越熱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到